勞工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12月通货膨胀率达到7% 为1982年以来最快速度 不包括波动的食品和天然气价格 核心价格12月同比上涨了5.5% 是至1991年以来最快的升幅 疫情期间政府对于经济救济措施 以及供应链一系列的问题 都是推高经济膨胀的主要原因 汽车、汽油、食品和家具的价格急剧上涨 新车生产受到半导体芯片短缺的限制 二手车价格在去年飙升了3.7%以上 很多餐厅将增加的成本转价给顾客 大型连锁餐饮公司Darden Restaurants表示 去年底他们将价格提高了2% 并且预计在未来6个月千内会再提高4% 不断上涨的物价抵消了部分工资增长 令到很多低收入家庭更难负担基本开支 民意调查显示 通货膨胀开始取代新冠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 显示对于总统拜登 和国会民主党人构成的政治威胁 由大流行衰退之中迅速复苏的过程中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星期二告诉国会 联储局将会加快加息步伐 更加积极感对抗通胀 很多经济学家预测 联储局将会在2022年进行4次加息 目前接近于零的基准短期利率将会提高3倍 这些加息可能会增加购买房屋、汽车、商业贷款的借贷成本 从而可能导致经济放缓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